最近天氣真的是濕搭搭的 我們來看一下搭配今天早上 在台北101的即時影像 我們可以看到天空中 五元還是偏多的狀態 那早上還是有一些飄雨的情況發生 那最近台北就是陰雨的天氣 不過氣溫跟昨天相比 確實相對回升一點 雖然室溫度找幅度的上升 但是今天早上各地氣溫 還是偏涼的狀態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早上清晨的低溫 最低溫出現在苗栗的農改 只有18.3度 那在南投的中寮呢 則是18.7度 不過最近南投在太陽出來之後呢 確實可能會飆出30度以上的高溫 要注意早晚溫差比較大一些 那在彰化的分源 以及嘉義市跟苗栗大河 都只有18-19度的低溫 所以提醒大家早上出門的時候 外套一定要穿好了 來避免著涼哦 那最近今天的溫度是比昨天回升一點 就是因為東北季風稍微減弱的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衛星雲圖 在衛星雲圖上面看到東北部呢 還是雲量比較偏多的地方 但是在中南部呢 雲量比較少 所以天氣也是相對穩定的 那在衛星圖看到 在菲律賓東方海面上呢 是有一個熱帶擾動 那觀察一下 它今天最快今天就可能會發展成為 熱帶性的低氣壓 那最快的是今天 那明天也有可能會發展成為熱帶性低氣壓 至於它會不會成為颱風 氣象局表示還是有變數的 但是最快成為颱風呢 不會是今天 也可能要等到兩天之後才會成為颱風了 那這個熱帶擾動的行進方向 會是逐漸往西方來移動 預估在這個星期六星期日的時候 就會通過巴士海峽 來到台灣的南方 那到時候呢 就算發展成為颱風 它的結構上來說也可能不會太強 只會是青台的等級 不過也不能因為這樣就掉以輕心哦 因為同時呢台灣是吹東北季風的關係 所以在颱風面的東北部 就可能會有比較充沛的降雨了 那在星期日還有下星期一的時候 會是雨勢最大的時間點 至於這個可能成為颱風之後呢 它的暴風圈會不會侵襲到台灣的南部 現在其實還不太明朗 因為變數還蠻大的 那我們也會持續為您更新最新的氣象姿勢 那從今天到星期日降雨熱區在哪裡 我們從四日雨區跟大家一起來看 那主要的降雨呢 都是集中在吹風面的北部 以及東北部地區 那在中午過後呢 今天的中南部山區 也要注意可能會有一些 短暫的零星陣雨了 那到了週末呢 因為低壓系統接近 那水氣逐漸增多了 我們看到東北部呢 東北風的環境 那東北部可能就要迎接更大的雨勢了 特別是在宜蘭的山區 還有在蘇花路段呢 行車一定要注意路況了 那除了降雨要關心之外 我們還要注意的就是強風 那今天呢 我們看一下 氣象局也發布了路上的強風特報 主要就是針對在桃園到彰化 以及東南部 屏東以及台東的部分 還有離島地區 澎湖 金門 連江 都針對這些地區 發布了路上的強風特報 那除了這些沿海地區發布路上強風特報呢 還要特別提醒您 海面上的風浪也會比較大一些 所以出海的船隻也要格外的留意一下了 那再提醒一下最近的溫度趨勢 我們先從北部的溫度來看起 那今天北台灣呢 溫度是比昨天稍微回溫一些的 今天溫度大概落在22到24度 不過我們看到下個星期一 因為東北季風增強 這一波的涼冷空氣降溫非常明顯 像在坐雲霄飛車一樣 直接降到20度 甚至低溫只有19度 也就是說今天的最低溫 還可能比下個星期的最高溫還要來的 這個星期的最低溫是比較高的 所以下個星期的降溫真的是非常明顯 不過中部呢就是相對穩定一些了 不過中部早晚溫差是比較偏大一些的 今天高溫可能還是會超過30度 不過下個星期一 可能還是會見到降溫的情形 那在南部呢 今天南部也是比較偏熱的狀態 大概落在31度 下個星期一樣會掉一下 但是高低溫則是落在22到26度左右 那另外要提醒您今天中南部 因為位在下風暑的關係 所以在高雄跟屏東地區 今天的空氣品質都不太好 是亮出紅色景式的等級 建議大家減少戶外活動會比較好一些 接著來看一下東部的溫度趨勢 東部跟別部比較明顯 都是有比較明顯的降溫情形 下個星期二可能只有21到23度左右 最後整理一下今天的氣象關鍵字 那首先今天到周末 降雨的位置都是集中在東北部地區 那星期六跟星期日的時候 因為熱帶擾動接近的關係 再加上東北風吹浮 所以迎風面的雨勢又會再加大 所以山區的朋友一定要格外注意路況了 那最近有人在問 是不是換季衣服要拿出來了呢 其實這個問題的答案 要看你是在哪一個地區 如果你是在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這幾天的高溫可能還是會超過30度 所以中午是穿著短袖 那早晚穿著博外套 會是比較建議的穿著 但是如果你是在北部地區呢 這兩天溫度雖然稍微回溫了一些 但是下個星期又會更涼了 所以厚的外套就可以準備一下了 那下個星期一真的像溫度 就像坐雲燒肥車一樣的下降 現在我們感受到的早晚低溫 會是下個星期一 北部的高溫哦 所以不只涼很多人可能開始寒冷了 所以可以提前翻一下你的衣櫃 準備迎接冷天氣的準備了 那以上是最新的氣象資訊 我們把時間交換給趙薇